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一道美食啊 这道美食叫碗托 您吃过吗 吃过 您还真吃过 你说叫碗托也叫碗托 也叫碗托托 碗团 我到山西吃过 山西的美食 对 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啊 它就是在碗里边薄薄的贴一层 你在上面浇上佐料以后呢 就这么宽着吃 非常好吃 那就是有点面皮那意思是吧 对 面皮啊 凉粉啊 这种 它很软 但是没有不沾牙 吃起来非常香 哎呦 听您这么一说吧 我都馋了 那现在呢 咱们就话不多说 跟着我们的记者呢 一起去山西捋粮 看看碗托到底是什么 大家好 现在呢 我们设置组一行 已经来到了这个山西省的旅粮市 现在我们所使的这个地方呢 是当地最常有名的一条小吃街 可以看到 我这两个都是一些小吃 还有一些这个碗团店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看一看 这个碗团 到底是长什么样 然后它又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你看到那边有一个碗团店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这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 你们管这个叫什么呀 碗团嘛 碗团 碗团啊 那碗团呢 小面碗团嘛 小面碗团 挺好吃嘛 好吃吗 好吃 你们为什么要把它划成井字隔呀 为什么 这样条件能摘得上好 能摘上杜料 每家人我太爱吃这个东西 太爱吃 这是我们食不腻 以良色彩 碗团又称碗团 碗团 是一种山西传统面食 碗团一般置于阔口前底碗里 做好的碗团 是一层银圆薄厚 略发乌色的面结晶 吃时 用锯条状工具 把碗里那浅浅的一层面食 隔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拌以辣椒油 陈醋等佐料 入口即食 只是这样一种 看着简易 又分量少的小吃 在当地 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 很好吃 很好吃 这个口感怎么样啊 口感很好 就是吃的就有一种 有种韧劲的 不是说绵绵的那种感觉 口感会比较紧致 就当地的小吃吧 比较有特色 你一般会放什么料 我看大家都会放料啊 辣椒啊 芝麻酱啊 醋啊 各种调料 跟这个人的口味比较大 小朋友 你吃的挺香啊 香 香 好吃吗 好吃啊 好吃啊 好吃 你经常来来吃啊 一次能吃几碗 不玩 不玩 芝麻还吃这个 我们这边 这边的旅人都爱吃这个 然后是 吃的话 我们都很喜欢 这个东西 没有东西可以取代的 就是爱吃 柔韧 滑腻 筋道 香辣 啥时间 酸甜咸辣味 一满口腔 这是旅良人 无论老少 都爱不释手的原因 可是 小小的碗团 为什么会有 如此美妙的风味呢 一位长者告诉了我们 这其中的秘诀 这个好吃在两个原样 一个是原料正常 原料正常 纯 桥麦 纯桥麦 这个是鸡腹 这个你能吃出来吗 能吃出来 鸡腹 这个挑料也大料不起来 纯正的桥麦面 一流的制作工艺 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口感 听到这儿 第一次见着碗团的记者 也迫不及待 要异常为快 我看到 现在大家都很多人在吃 然后呢 有的人根本就顾不上 跟我聊天 我看着他们吃 我都口水就快下来了 所以现在呢 我也尝一碗 然后看看这个口感 到底怎么样 这个滑起来的感觉 有点像那个果冻 我刚才吃了一小块 刚开始嚼的时候吧 它是有一种软软的感觉 然后再接下来往下嚼的话 其实是很筋道的 它从喉咙里边返回回来 是一种很久 很香的那种味道 然后在我的这个口腔里边弥漫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好吃的 还真是不错 难怪这里的人都喜欢吃这个东西 一种你拿起 就不舍得放下的小吃 究竟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呢 是怎样的制作工艺 轻而易举 锁住食客的胃 还散不绝口呢 这就是这个荞麦面吗 这就是荞麦面 先把它活硬 然后慢慢再一点一点浆水 再把它弄软 然后再弄成酱 我发现荞麦面的颜色 比平时咱们那个白面啊 要黑 是的 当地制作网团的荞麦面 产自高寒地区的荞麦 营养丰富 至于如何让它柔韧筋道 就需要谨遵制作流程 和贤熟的手法了 为什么不一次把水都加齐呢 不行 那个出来的碗团就没有这样 不精道好吃 这样活一着一碗面 得需要多少时间 大概四五十分钟吧 四五十分钟 嗯 到一个小时 那你应该很累吧 手 嗯 是了 这个手非常累 等于这个筋道 完全是用你的手劲 给活出来的 是吧 是的 它有多筋道 你就付出了多少力 是了 你这样不容易啊 对 将荞麦面粉 或成面浆 套时四十至五十分钟 确实辛苦 但是它却是碗团 能否成功的关键 不能马虎 只是这面浆和碗团之间 咋看都联想不到一块 它还需要走哪些 奇幻的旅程呢 我看这个有点像牛奶 那接下来这个要怎么弄呢 接下来就是把那个 咬到锅里面蒸 蒸出来以后就 就成碗团了 原来 和好的面浆 还需要定量咬到碗里 放到蒸锅里蒸 大约二十分钟的加热过程中 乔麦分子渐渐膨胀 结晶慢慢显现 在出锅后迅速搅拌 让熟头的面糊运发紧致 晾凉后 作以调料 为人津津乐道的旅粮小吃 碗团就大功告成了 还是挺费时费力的 您听说过有这种制作碗团的机器吗 我还没有听说了 没有听说过 是这样的 有个人跟我们栏目组说 他发明了一种机器 可以制作出碗团 好 有了机器肯定好嘛 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力气 但是我想的机器上肯定出来 他没有手工做的那个好吃劲道 我觉得机器可能没有咱做的好吃是吧 这样我正好去过去看看 他就是在咱们旅粮 然后要不您跟我一起去看看 行 没问题 行吗 那你洗一手 咱一起过去看看 行 听说有机器能做碗团 大姐还是有些诧异 但是细细一想 机器可以解决手工做碗团的辛苦 也不枉是一件好事 可是做出来的碗团 口感上又有些让它不大看好 但是如果口感好呢 是不是就可以买一台来解决一天的辛苦劳作呢 出于这种想法 他便跟随记者一块来到了发明人家 你们好 我打断一下 请问哪位是陆洗龙木师傅 你好 我是 你好 我这里我爱发明的编导 是这样 我听说您发明了一个碗团机 然后我就带着这位大姐过来看一眼 你好 这位大姐是咱们这个旅粮 那边那个小吃街 坐完小工画餐的 我先去看了一眼 它那边生意特别好 而且做的特别好吃 大姐听说您这有机器 就跟着我一块过来看一看 您的机器是 这个就是我那个机器 发明人沐喜龙 发明项目 碗团机 沐喜龙一位90后小伙 却有着与同名人不相仿的从容 小时候 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原因 高中没念完 他就外出打工了 然而一个打工仔 怎么想起了搞发明呢 之前在北京工作好几年 特别想吃我们家乡的碗团 在北京呢 做几年也没看到 后来想着说 把这个碗团走到北京 发展发展 但是经过回老家考餐以后呢 就是大部分大家都是在传统手工制作 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说 我来能不能做一个机器 方便快捷的 让我们这个碗团可以走错山西 全国各地能够吃到这个碗团 之所以我就开始琢磨的野花这个机器 善于发现商机 也敢于去尝试 这是当代年轻人应该有的素质 沐喜龙就这么去做了 可是 面对制作流程繁杂的碗团 高中都没毕业的沐喜龙 怎样开始的第一步呢 对于碗团来讲 一它火厚有道 第二呢 它就搅拌好了 它才有劲道 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说 既然是火厚的原因 或者需要搅拌的话 我就发觉这个搅入机有这个类似 那我就想 我也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螺旋走 外面给它加热 自动成熟 再给它搅出来 就通过这方面的这个原理 开始失业我的机器 看来 生活只要善于去发现 总有让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从北京辞职回到家后 沐喜龙学习了半年的机械知识 又是半年时光 碗团机还真在这个青色的小伙子手下 渐渐成型 沐喜龙发明的碗团机 由料斗 加热装置和螺旋轴组成 当面浆进入管道内 加热装置使面浆变熟 在变螺旋的推动挤压下 就可以得到碗团了 将繁杂的手工制作 一下变成一条龙 快捷出炉 这让在场的人 表示了严重的怀疑 我看您这也有挺多朋友 还是 我们什么名区 过来看一下 你们也过来看 这才能出饭头吗 能行 不用手工做 就拿机器做 改变了手工做的复杂程序 可以做 不太相信 怎么做 进去以后 怎么出来 怎么就变热了 手工做的话 得和面 得和好长时间 像你这个怎么做了 面一下倒进去 就把水倒进去 就能做出来碗团 是 我这个不用活面 不用洗面 把面和水 配起来 放进来就行了 接下来咱手工做 这个碗团 就是活面洗面 一个多小时 这个不需要 要不你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吧 试一下 试一下 可以 那我这样给大家试试 演试一下 好不好 演试一下 好嘞 过之前 我得先预热下 我的机器 用水流过的方式 把机器预热 是为了将加热管 提升到合适的温度 不至于烧坏机心 并且 木吉隆还说 乔麦面与水 一比三的比例 配出来的面胶 在经过螺旋轴的挤压推动下 可以达到 与手工一样的 活面和搅拌效果 出来的碗团 也同样 筋到爽滑 但是事实 是不是他说的这样呢 活好一活 直接倒进去 对 那怎么接了 我就启动这机 现在这个出来就是了 对 我这个就 就非常简单 我把面糊倒进去 出来就是碗团 对 一下就熟了 对 就这样就熟了 没想到 这个不被大家看好的碗团机 竟然大显神威 分分钟 就是挤碗碗团出来 给木喜龙 挣足了脸面 这也让在场的人 惊呆了 我这个不需要跟手工一样 这样再切了 因为我这个是螺旋结构 打蒸熟以后呢 它就跟你这样搅拌好了 送出来了 出来以后只需要这样 轻轻抹到这个碗上 把它抹成这个碗底一层 就可以了 看着挺好 说一会儿传达到底是熟不熟 没错 食物毕竟是用来吃的 做得快是一回事 熟不熟 好不好吃 才是决定这个碗团机 成败的关键 什么时候才能吃 这些来凉了就可以吃 凉了就可以 对 当大家兴致勃勃的 准备等碗团凉了之后 大饱口浮食 机器竟然嗡嗡的 叫唤了起来 这个机器造音怎么大了 我感觉 地盘海 声音大了是吧 吃不坏了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回事 疯狡想 突然的机器故障 不仅让木洗龙不知所措 就连赛场的人也是大感晚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 高层为什么机器端这么大 不应该 但是突然间坐着坐着出现这个问题了 要不这样吧 咱们把刚才你做出来的那些好的那部分 我们尝一尝 尝一尝 就介绍了人工成本吗 棉 软吗 没有不紧倒 不紧倒 没有弹性 没有韧性 它没熟啊 熟了吧 我吃的还行吗 你看 我这个还可以 你那个熟是熟了 一个得有点糊了 省去了和面和搅拌的辛苦流程 碗团也按照自己的预期乖乖的出来了 但是糊的糊 加声的加声 这偶尔出现在厨房的一幕 居然降临在碗团机上 这让木洗龙一头的雾水 究竟是哪一个细节 出了纰漏呢 黄老师 您赶紧给我们发明成出出主意啊 你看这么好的一个机器啊 但是呢 解决不了这个加声 还有过熟的问题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看了一下它机器的结构 它在送料的过程当中 使用了这种角龙 这什么叫角龙啊 我们看它这个片呢 做成是螺旋状的 如果你这么转呢 它可以把料向前推 是不是就是大螺丝丁 跟它作用不一样 往里边拧啊 对 有那个意思 但是不一样 它这个角龙呢 应该是放在管子里头 你要现在转动这个角龙 它就会把料呢 从后边推到前面来 但是我发现它这个角龙 它的直径 跟这个管子的直径 配合的不是很好 就是说它没有把它给塞满 对 有缝隙 对 如果要塞满的话 这个里边的这轴一转 那料都会推到前面去 你要现在塞不满 它只能推中间的 也就是说可以严丝合缝的 不会落下 那才最好 听彭老师这么一说呀 我就踏实了 原因呢 找到了 而且解决办法呢 也非常的简单 不知道我们的发明人 在经过改进之后 是不是可以解决 加生的问题呢 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带众人走后 木洗龙经过反复观察和思考 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实际呢 就是这个螺旋轴比较细 离这个管子比较 接近比较大 它出来的这个料呢 就是一会生一会熟 不够均匀 原来第一代碗团机的螺旋轴 和加热管之间的溅气过大 导致有许多面浆滞留在加热管底部 没有被推出 加热久了就有了糊味 反而上层没有加热好的面浆 又被推出 所以出现了加生 问题找到了 解决不是难事 在打造模具 胶筑成型后 新一代碗团机做出来了 改进后的碗团机 将螺旋轴与加热管壁之间的距离调小 这样面浆就不会出现滞留 受热也均匀 就不会出现糊了和加生的状况 难掩兴 沐喜龙拨通了记者的电话 喂 是黑别道吗 我是沐喜龙 我上次做的那个低带机器啊 我现在改装好了 您赶快过来再看一看吧 放心吧 这回肯定没问题 沐师傅 你这机器弄好了是吧 是的 弄好了 现在能保证它做出来是熟的吗 没问题 做来都非常均勇 而且能保证熟 你确定 确定 你做做给我看看吧 然后我尝一尝好吧 好的 对于这个看不出哪有什么变化的碗团机 记者有些将信将疑 决定等做出碗团 尝尝看再做评价 沐喜龙虽然很有信心 但是也不敢马虎 一切谨慎的按照流程走 那我现在开始做了 行 它没出来呢 现在 对 马上就出来了 嗯 它刚加 刚把这个面粉加进去以后 慢慢的把水顶出来了以后 它就熟了 它有一个过程 嗯 这个过程大概在一分钟之内 嗯 对 你看 现在就出来了 都成型了 碗团出来的形式 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与上一代相比 机器噪音 没再出现异常 也没有闻着糊味 但是加生的问题 还会出现吗 我看这个好像 能看出那个 有那个气泡 里边有点空的感觉 对对对 是的 这个跟上次那个明显不一样 上次吧 就是它比较光滑 就是火候有点欠 您看这回的气泡饱了 这个灭须须的光滑度也非常亮 透明 所以这就完全熟了 百分之百的熟了 按慕喜龙的说法 这一次的碗团 解决了前面出现的所有问题 不仅如此 为了碗团能达到最佳口感 制作中每碗放的量 也是很有讲究的 这个碗团很讲究 就是您做的厚了不好吃 每个这么一碗就在100克左右 它越薄越有嚼抖 越好吃 对吃完一碗再来一碗 如果您说一碗 我乘马卖一碗不好吃 100克左右一碗 那就是能出40碗 对一精力可以出20到22碗 这次感觉还行 看一看不错 那边没有了 我又加水了 我看咱这一共是做了多少碗 数一下 二精力 咱看看做多少碗 123456789 四九三十六 四十一碗一共是 但是不知道 它现在这次口感 包括熟没熟 是吧 看着反正是都好了 没问题 我给您调一碗 您尝尝 随便来一碗 其实我看看这次这个 你看 它这个上面很明显 能不能看到这个水泡了 就跟上次相比 就完全不一样 发明人告诉我 这个就表示 这个东西已经熟了 但是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那我先尝一碗 看一看 来 我给您调好了 您来一碗 我帮您拿着 来 好 滑起来的感觉 好像还可以 对 这个碗托 真正做好的碗托 软中带有劲动 看这样搁起来的话 也没有上次说那种 特别不平整 那种感觉 好像还可以 跟上次相比 的确是进步不少 尝一口 还不错 这次真不错 吃起来那个口感 跟我上次在大姐那尝的 那个口感差不多 也挺劲道 而且我吃的反正是熟了 没有生的味道 特别糯 非常好 那咱们这样吧 咱们既然都弄这么好了 咱们去带吴希龙 那大姐看一下 我看行 得到了记者的肯定 沐喜龙更加有信心了 欣然决定前往大姐那 那么 做了十几年碗团生意的大姐 会认同这台机器吗 沐喜龙的第一台机器订单 会不会就此出现了呢 来到大姐店铺前 这里早已是人满为患 不难看出 这里的人们对碗团的热衷 同时也恰恰说明了 大姐的碗团手艺 在当地已是首屈一指 对于这次沐喜龙的 不请自来 大姐会怎么看呢 大姐 你好 行我都忙着了 我那个机器做好了 我拉过来 您帮我看看吧 不行我现在没时间 我现在忙着 我一挂碗团出来了 我还弄碗团了 您看这样 我今天已经拉过来了 我就放这 也不影响您这个做 我做完了以后 您该总有时间帮我尝一尝吧 行看看可以 但是我觉得机器肯定做不好 做那个手工碗团的费 好长时间了 是吗 我一会那我做一做 您尝一尝好吧 好嘞 争得了大姐的同意后 沐喜龙织好了碗团机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 这一新奇的玩意儿一出现 立马引来了围观 没看过 您觉得他是干什么的呀 不知道 您看过吗 是的 这个东西 什么了 您觉得他是干什么的呀 不幸福 如果我说他能做出晚团来 你信吗 哎呀 不相信 接着再接着 您知道不是干嘛的吗 我也见过 没有见过 第一次 您觉得他能做晚团吗 一个实际出来多 肯定能做 不能做 大概做出来 那你觉得他这做出来 能有人工好吃吗 肯定没有人工 肯定就差一点 大家对晚团机 褒贬不一 有认可的 也有不看好的 穆锡龙却很淡定 他认为 大家还没看见自己的晚团机 是如何工作的 等做好晚团 他们尝了之后 就更会对自己的机器 另眼相看 这个机器我自己发明的 这个机器呢 做开比较快 就一个机器顶十个人 一个小时要做四百多个呢 您知道咱传统手工做 十个人一创 我也搞不出十个人 搞出四百个人 是你自己发明的 对我自己发明的 对对对 很快进去出来就晚团 对不用争 这发明的可以 快得好 机器做晚团的方式和效率 一下让现场的不少人惊讶了 当然 还有人 看出了商业价值 这个机器 卖多少钱了 这个我现在刚发明出来 我还没卖 还没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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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卖 你们见过这种机器吗 没有 没有 你们吃过晚团吗 吃过 每天吃 他这个做出这个晚团怎么样 不知道还没有品尝完 想品尝吗 一会儿的再看嘛 这个一个多少钱一个 一个多少钱 这个它是用那个机器做的 你一会儿给你点 我给你尝一下 机器 风风火火的做着晚团 围观的人 早已想异常为快 这时 连大姐店铺前 正吃着晚团的人们 也不禁好奇了起来 这碗团机器还能做 挺新鲜的 这谁知道 估计做出来 能不能吃还不知道 碗团也能机器做 是不是整的呢 大家走过去看看 走 哇塞 碗团真的能机器做 就这么简单呢 这个比较简单 是吗 对 比手工做的好吃 还是不好吃呢 您可以试一试 您可以试尝一下 真的吗 真的 口感比得上手工的 比不上 现在做出来 镜头还是非常好 您可以试尝一个 应该跟手工差不多 我一定得尝一个 大家都很期待 沐喜龙的版团 但多半原因 是出于对机器的好奇 沐喜龙却不以为意 因为他相信 在大家试吃后 肯定对他的碗团的口感 也赞不绝口 好嘞 大家我现在给大家做做 尝尝我这个碗团 好吧 可以 非常好吃 好吧 刚才你们等 我们现在等不及了吗 我现在给你尝 你说你的碗团好吃 要是我们尝了才知道 好好好 您要这个辣点 还是不辣点 骚辣的吧 骚辣的是吧 好嘞 大家都会不及待想尝 排着长队等着试吃 这一幕让沐喜龙看到 将家乡美食 开到首都去的梦想 正在一步步接近 但是梦想最终能否实现 今天的试吃 尤为关键 如果连这一关 都过不去的话 到了北京 也注定杀鱼而归 这个不行 为什么呀 今天熟是熟了 但是还是没有那个手工的好吃 这个翻印 翻印 这个还是翻印 你尝尝吃起来怎么样 没有弹性 这个 不怎么样 有点硬 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硬 这软一点的我觉得就可以 硬 没有劲道 不弹口 就是硬 有点软 软了 您的怎么成了 软的还多了 一点嚼劲都没有 一点嚼劲都没有 它不应该呀 它的硬 你就软 吃起来就什么样 跟馒头似的 我觉得这个是稍微软软的 软软的 别的吧 还可以 这个也觉得有点软 有点软了 软的 还有点厉害 但是说这个没有那个水果 做的好吃 大家的否定 向沐喜龙浇了一盆冷水 有的发印没有弹性 有的又很软 这样的结果 连卖出自己的第一台机器都不可能 更别说发展到北京去了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看今天大家尝了 有的软有的硬 这口感还不一样 跟我在工厂尝了 还不太一样 是啊 这个 还是我改过的好吃 这个我 我昨天改好 试了 试了以后 我刚才做一点还不错 大家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做的有的软有的硬 虽然手工都费劲 但是手工都出来好吃 你再怎么改 我觉得那个机器上的 你看还是没不行 还是没弄好 有时硬有时软 在家实验时 软硬适合 还筋道 但是这次试吃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软有硬 木洗龙一时也没有头绪 事后 他仔细回想整个过程 终于找到了原因 就是说 这个料 斗里边 加料进去以后 它会沉淀 而且一个人来操作机器 他也又没有时间在上面搅拌 这上面导致 它刚开始出来的碗团硬 后来出来的碗团就软 它的不均勇 不够标准化 原来都是沉淀惹的货 那么 怎么改进它呢 刚开始呢 也比较一头污水 还说我这个 怎么回事才能搞到 让它不沉淀呢 后来呢 细心地去观察 就是我们家 我妈走工作的吃碗团 它就从火面 开始不停地搅拌 那我在想说 这么重要的工序 是不是我这地方缺这么一个搅拌的工序呢 那我也上一个搅拌机吧 就给这个六斗里边上一个搅拌机 最后呢 保证这个料 均匀 它做出来的口感 它才能保证一致 问题找到了 也做了解决的办法 只是这样简易的改进 就能避免 有软有硬的面团出现 记者还是有些将信将疑 打算先独自看看效果再说 哎 牧师 我看您怎么在门口等着我呢 我都等不及了 您赶快来看看吧 改好了 那来走 这次改好了是吧 对对对 这次改好了 每次都说好了 这是不是真的好了 真的好了 我觉得改做好以后 我试过几遍了 都没问题 我看你这面浆都弄好了是吧 对对对 你口说无凭 你试一下 好的好的 那我现在开始操作试一下 好吧 我看这也没动呢 对 这个您看 这在 这在这边的问题 这房子太停电了 这次会不会今天上次 你啊 有声音有用的情况 不会不会 我已经试了好几遍了 这会这会没问题 一会儿您也可以查查 反正看着看不出来啊 沐喜龙说没问题了 记者也绝不出好话 从直观上来说 加了搅拌装置的碗团机 制作出来的碗团 似乎更透亮了 但是这次碗团 真的能均匀尖刀吗 你要不这样 我就先尝尝吧 先停了几起 好吧 先尝尝 现在刚做出来 还热身 没鲜色 我再吃一碗啊 这两个都挺劲道的 而且是随机挑的 口感都差不多 都挺好的 都挺有嚼劲 也挺有弹性 没有那种软啪啪的感觉了 对 这就对了 这会我感觉好了 就不存在这问题了 那又不行 感觉好了 您一块来了 咱们去找找大姐 再让她给我看看 我做出来碗团怎么样 对 因为大姐比较前卫 对对对 她做了那么多年 她那个一吃 肯定就能吃出来 没错 没错 毕竟我还没有人家有经验 那这样咱们就把机器装起来 咱们去找大姐好吧 好的 好的 可以 记者一个人觉得没问题 并没有说服力 能不能行 还得大家说了算 这次 沐济龙又拉着自己的碗团机 奔赴大姐的店里 小小的碗团店 大姐家已经开了一个分号 她的手艺 俨然成了一块招牌 哪里有她 哪里就是食客的家 此时 正缺人手的大姐 还会对沐济龙的机器 挑三拣四吗 麻烦了大姐 你好 我看您这是又 有一家新的 又开了一家店 是 我今天 我又把我这个改装好的机器 拉过来了 您把我一块看看 这回就没有跟上次的 一回硬一回软 做出来都一样 哎呀 我看你不行 上次都弄了两回了 我现在正忙着了 这回肯定没问题 我一会做着 您看看 我现在 我还要忙着做了 你看 我 我就 我也现在改成这个了 我想多弄点 多卖点 是这样的大姐 因为您毕竟是 做这个手工比较专业 因为我们尝 包括我自己尝 我只是能尝出 熟没熟 好不好吃那种感觉 但是具体这个口感 您还是比较权威 所以我还是希望 您能帮她尝一下 她做出来 反正她在那又不影响 您这个工作什么的 行行行 那你做什么 只要不影响我就行了 大姐碗团店的生意 十分红货 为此 她还用上了实体大蒸笼 至于和面 也改成了 荞麦面与水 直接搅拌的形式 也满足更多的顾客需求 尽管制作工艺上简化了 但是顾客们依然认同 她家的碗团 每天络绎不绝 这腰包越来越古 也难怪没有时间 打理碗团机的事了 虽然最后 在记者的劝说下 才勉强答应慕喜龙 留下来试试 但是看得出 她还是对碗团机 不抱什么希望 可是慕喜龙不这么认为 她坚信 这次的效果 能打动大姐 做了十几碗 行了 那我挑几碗尝一尝吧 什么挑几碗呀 一碗肯定尝不出来呀 我得看她的口感一不一致呀 肯定也挑几碗 我再挑一碗吧 这碗您尝得怎么样 这个第一碗还可以吧 你尝尝这碗怎么样 吃起来也比像是口多了 有劲动 有弹性 好吃就行了 真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大姐的一句肯定 让慕喜龙的心终于落定了 但是此时大姐又突然画风一转 我现在那个用量很大 不知道你的那个一个机器 能不能挺上我十个那个啥 真体 十个真体呢 又挣好多了 不知道能不能比得上我了 能比过 那你叫比吧 那又不行 我们比一比 行 没问题 此时正缺人手的大姐 也很想拥有一台这样的碗团机 只是不便明说 想先看看机器的效率 到底能抵多少人工 再决定买与不买 慕喜龙能猜出大姐的心思 也乐得这样 一个愿买 一个愿卖 何乐而不为呢 只是前提 自己一定要赢下 这场比拼 好 大姐这边是找来了九位 咱们当地特别 非常熟练的这个做碗团的高手 个个都是能手 你看他这气势 然后咱们这边 慕师傅呢 就是一个人加上一台机器 然后两边呢 是各十斤的这个桥拌面 然后看他们到底谁先完成 大姐这方 十位经验丰富的做碗团高手 慕喜龙这边一人一机器 究竟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咱们人工队这边有信心吗 有 好 我看咱们这边气势还挺足 慕师傅您有信心吗 我有信心 开始 比拼开始 双方各做五千克 蕎麦面的量 以最先做完 以及做出来碗团的口感 得到顾客更多好评的一方获胜 这次 大姐在顾客认可的情况下 将传统的和面方式 也改成了直接用 蕎麦面与水的搅拌方式 这样以来 大大节省了时间 当蒸笼 蒸好面团后 凭借十个人 娴熟的碗团技艺 拿下比赛 应该不成问题 此时 木洗龙已经预热好机器 倒入面浆 只带碗团 大驾光临了 大姐这边人多势众 虽然摆放面僵石 稍险杂乱 但是也很快完成了两屉 木洗龙不慌不忙地 坐着碗团 很难想象 这一双巧手对应的 是一位九龄后小伙 机器表现得相当出色 面浆在搅拌后 经过高温加热 一束束金银剔透的碗团 瞬间成型 今天咱们这个做出来 这个怎么样啊 感觉 做出来非常棒 今天 对 这个机器操作起来 您看 这个面 续续的 非常亮 非常好 今天非常棒 咱们那边有十个 那个 坐碗团的能手 您觉得咱这一台机子 包括您一个人 能比过人家 没问题 是我这一台机器 能比他们十几个人呢 能比十几个啊 对对对 您可别说大话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十个都是保留一点 但您得保证这个口感啊 因为一会儿有专门的人 去吃盘那个东西 没问题 没问题 您看 这没问题 我对我的碗团味道有些 没问题 此时 在机器稳定的发挥下 木洗龙已经做出 二十来碗碗团 按照之前的一千颗 桥麦面 可以做出四十个的亮蒜 机器兑三分钟 就完成了十分之一 半个小时内 就能结束战斗 面对这样的对手 人工队这边 是否会打退堂鼓呢 小妹 我看您还岁数不大啊 我今天十八 才十八个 那你会做碗团吗 会走 我妈会走 然后我就跟她做 跟着妈妈行 对 那你做得快吗 别看我小 也做得挺快的 等一下 睁出来叫 我再就知道 机器肯定没我们人快嘛 因为我们这么多人 十个人 二双手 然后一针 然后一脚出来 肯定比她快 对 人数的优势 闲熟的技术 是他们赖以赢得碗团机的保障 当然 人多也并非就百利而无一害 这波 大姐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哎呀 我们这样盖太乱了 咱们的速度太慢了 现在咱们封煮 咱们三个人一煮 负责这个油 你们两个人负责地管 把碗往上低 你们三个人负责那个装 往上放 你们两个负责把这个码提 所谓亡羊补牢 油味为碗 调整战术之后 效率立竿见影 虽然只剩余了三体 但是在分工协作下 分分钟便完成 大姐那边分工明确 是有拿下比赛的意思 但是碗团机依旧神速 沐喜龙也有条不紊 人工队想拿下比赛 也并非易事 此时 人工队的面疆已经争好 他们能凭借人数优势 逆转落后的状况吗 你们两个专门我在地 不要搅你们两个 专门负责地就行了 要不然我们这搅不上 果真如他们所说 手头上的活还是惊艳靠谱 一满满蒸熟的面浆 在他们迅速的搅拌下 变得粘稠富有弹性 再轻轻敷在碗底 飘香碗团就此成型 搅这个最关键的是什么呀 它主要就是外观 把它抹平 顺时针 顺时针抹平 是吧 那怎么才能搅得快呀 稍微用劲一点 力气大一点 大姐我看你搅得挺快呀 您这大概一分钟能搅多少碗呀 四五个吧 四五个 那这样我给您地下室 看您一分钟能搅多少碗好不好 有信心吗 您说大话了 虽然小有夸张 但是从大姐的速度上看 也就是一两碗的差别 渐渐地 人工队追上了机器队的速度 一时处于胶着状态 难分上下 来赶紧 咱们别让具体操控咱们 大家赶紧加油 咱们就剩三体了 马上就完了 人工队地的地 脚的脚 摆放的摆放 最后三体的量 看样子也就是说话之间的事了 机器队这边在最后的冲刺 然而机器的速度是恒定的 最终还是稍落下风 我们这边都搅完了 我们就剩最后一碗了 你看我们大家都搅完了 我们胜利了 牧师傅你看有没有了 我们都搅完了 我这个也做完了 我现在要搬机器官了 就剩这一碗了 剩最后一碗了 对对对对 行那咱们看看咱们最后这个结果 咱们这两边都弄完了 大姐也弄完了 我们弄完了 我们都弄完了 咱们这边也是机房打了个平手 咱们这样 咱们现在都做出来了 咱们一起 这边现场 你看有大概30位这个大众评审了算是 他们一一品尝 给咱们两边都投票 看咱们最后谁的口感 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好不好 好 那大家在座的30位 大家那个每个人来我这领一个刀子 你们觉得哪一碗好吃 你们就把这个投给哪边 这边是蓝色的这个花的碗 这边是红色花的碗 这次总共来了30位试吃的人 他们都是当地洗食碗团的居民 每天至少两碗 对碗团有着独到的见解 所以这次试吃后的投票 要么决定了沐喜龙之前的努力 全部白费 要么决定了大姐的碗团店 将被雨后春笋般的机器碗团店 所代替 关门大吉 我看您两碗都尝了 您觉得哪个口感好一些 红色的这个好吃些吧 红色的这个是吗 为什么呀 它好吃在哪 为什么你觉得它好吃 挺好 反正它这个心动挺好 我觉得还是这个红色的比较好吃 红色的好吃是吗 它怎么好吃 主要是那个口感比较好 然后这个蓝色的吃起来软的 这个红丸的好吃 红丸的好吃 为什么觉得它好吃 红滑细腻 筋道这个 红色的这个 红色的这个 为什么觉得它好吃 口感比较好 口感比较好 好在哪呢 就吃起来比较光滑 那这个 那那个为什么不好吃呢 这个 不要吃一口吧 红丸的好吃 比较均勇 口感细腻 哇 口感细腻是吗 对 那这个蓝色的呢 它有点不均勇 吃起来有点粗 好 我看大家都吃的差不多了 这样咱们一会儿 拿起手里边那个小叉子 然后投给相应的那个碗 这边是蓝色花的 这边是红色花的 觉得哪个好吃呢 就把自己手里的叉子 放在哪个碗里 好不好 好 来 那大家过来开始投吧 好 好 现在咱们大家已经都投完票了 咱们二位各自数一下 自己碗里边有多少个叉子 好不好 好 然后数完告诉我多少个 好 好了 我们这边是三个 我这边也十七个 十七个 对 那咱们这边比咱们这边多四票 大姐您觉得呢 它这个东西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质量也好 效率也挺高的 还是挺好的 那个 改天我也弄一台这个机器 那看来咱们这个还是得到了大家这个认可 是是是的 今天得到大家认可 我是非常高兴的 回想过去吧 这个我想做这件事情吧 没有人支持我 包括自己家里边亲人 只有我妈妈在支持我这件事情 今天得到大家的支持以后 我现在非常也感谢我的母亲 我内心也是非常高兴的 我终于成功了 母亲龙经过不懈努力 发明的碗团机解决了传统制作碗团时费时费力的辛苦问题 最终得到了时刻和大姐的认可 这也让我们看到 只要有梦想 肯去坚持 不在乎你学历高低 更不在乎你年龄大小 成功的大门都会为你而开 我们也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沐西龙将家乡美食开到北京去的梦想 也一定会实现 发明人制作的碗团机 通过一些机械和一些电器的方式 实现了全部的自动化 这样的话大大降低了 整个食品制作的时候 人工的工作量 同时作为一种食品机械 通过自动化和机械化的这种方式 可以有效地控制食品被污染的风险 整个食品加工过程中 可以完全做到无菌操作 另外整个食品加工的过程 采用的是机械化电气化的方式 所以它基本上实现了 生产过程 工艺过程的标准化 参数化 这样的话 就可以保证 出产的食品的口味的一致性 但是后面的成型的过程 还是依赖于熟练的工人来操作的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发明人 在后面重点要关注 如何把后面的成型的环节 通过机械化电气化的方式 实现它的自动化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有好的发明和创意 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 彭梦华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 欢迎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 看外发明 豆花西施